金庸先生打造的这个江湖真的是让人如痴如醉啊 尤其是古墓派的杨过和小龙女 更是被大家公认为是一对经典的神仙眷侣 你看那么多的影视剧都会把目标瞄准到神雕侠侣他们身上 那么最近的编剧于震就在自己的微博上啊 发布了一张这个尘延西版的小龙女的时装照 可是一时间呢就让金庸迷们沸腾了 不好看肥肚肚的 说好的又瘦又鲜呢 小龙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胖就显得什么都吃啊 雕兄你驮得动小龙女吗 早前小龙女的热门人选一直是杨颖 于震不仅与其多次密会 还曾经对小龙女给出了描述 她有点混血儿的感觉 很漂亮又伤红明星 但没想到时隔几个月小龙女竟然花落陈延西 而对她出演这个角色 网友们最大的不满莫过于陈延西 颇有些婴儿肥的脸庞 连导演王晶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那么胖的小龙女 那么小龙女一定要瘦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金庸笔下就这样形容过小龙女的身材 苗条可爱 柔鲜脆弱 而且金庸写小龙女的现身 说她披着一袭青沙般的白衣 有似身在烟中雾里 似真似幻 实非陈氏中人 甚至还有网友隶数之前几任小龙女 分别排了个名 陈玉莲最冰青 刘亦菲最青春 吴倩莲最冷艳 李若同最空灵 陈延西则被评价为最姑姑 这是从哪来的哪吒 这是小龙女还是小龙人啊